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仙悟 歡迎收看一位以上的台湾生活新聞 已經收到好 接管署的歷程 來進行到新臨書長的高接電力 由副書長 正式成立的接管署書長 緩書長 主席和中新臨的處長 高接技術由委會部長洗水分 也夠長來參與 要說到 後已經是要收尾的工作 這麼重要 也請到新臨書長 正想要加辛苦了 一位後 部長洗水分的競爭之下 曾臨書正式接合這關蘇廷的硬性 和主治合進行高接和酸性醫生 曾臨書有醫生的背景以外 又有公共衛生和醫學俗性的專業 對整體的防疫政策的掌握 有上直接的應變 洗水分的第四位是也分享說 曾臨書對著防疫疫情大概有九項醫生 平衡時都叫他爭爭兄 我望說未來在防疫業務 他爭爭爭爭爭 後面將萬立 疫情的威嚇 莊師長 他事實上 因為他的學友專精 所以他自己也有一個模特兒 在做這個疫情的監測跟預測 那每天晚上我們開會的時候 他會拿出來做報告 說大致上是怎麼樣 那我們可以說不是八九不離十 是差不多九成以上都是準確的 幾個禮拜的驗證下來 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每一次都說 酸大哥好厲害 就是這個樣子 以前講這麼好了 曾臨書就合到後 以前時代的執官司長 後少許會的工作不簡單 不過說有這三年的風雨經驗 曾臨書表示 以前後他自己也不停下來 會稍微減透和條件 準備面對後一個流行一面 另外他在抵觸時 沒有稍微說不到話 就說到 當臨書都很不適 英文說的都比做得多 雖然他馬上來改靠說是做得比說得多 不過說這一句說出來的 就應該傳某些人說出來 我們事實上是很務實 很耐操 也不怕辛苦不出 那永遠是說的比做的還要多 不是 做的比做的還要多 說錯了 那現階段 我們這個 隨著這個COVID-19的疫情趨緩 所以 集團署作為指揮中心的一個 核心幕僚單位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配合整個 防疫措施的一個逐漸放寬 我們需要做好這個相關的轉嫌的一個工作 那在疫情過後 我們不能停下腳步 必須要馬上這個 將三年多來的一個防疫的經驗 必須要將它令化吸收 而且透過在整個業務面 法規面 還有在預算 還有人事等行政管理方面 來做通盤檢討調整 所以已經盡我們整個一個 準備跟規劃 那已準備好下一個可能的一個 大流行的疾病 隨著吹安該後大家準備 不必須要接到後疫情期待的生活 這關訴訟中的七少家宮 讓它跟日本修飾 看報到民眾 蔡主修到疫情的威脅 在這裡是向台北 蔡宏博德